留点老板 论度好 我们政策今天特别强调的就是要考虑到它的未来性 也就是说今天 Scout 比例说六岁的小孩 十六年后他大学毕业了 他要成为国家动粮 他要有什么能力 是外语能力吗 还是创造力 那另外一个迷思就说 那我们越早学越好 那这个也经过不断的实验 发现说 我事實上是應該要母語穩定之後 也就是抽象能力穩定之後 才學外語的話 這個時候他事實上你原來語言裡面的技巧 所學到的所有的相關的技巧 都能夠轉移到學新的語言 所以反而學得更快 那台大針對這個雙語政策有個研究 結果是40%的老師認為學生沒辦法吸收 30%的學生認為他自己沒辦法吸收 學生好像比較樂觀 那基本上就是有高比例的人認為沒辦法吸收 那現在談雙語 常常把他的那個政策目標設定為說 要增加個人的國際移動力 那我們來看看這兩個國際移動力的這個例子 一個是菲律賓 國際移動力超強的 結果他製造出來就是外銷勞工跟外包中心 那日本呢幾乎沒有國際移動力 但是比較一下他們的競爭力如何 如果強調國際競爭力 那就是以個人為你的政策目標 那最後的結果就是把人才 往第一世界送 往跨國公司送 印度在美國有一些不錯的CEO 但是你看看 回顧看看他自己國家怎麼樣 他的人才都跑到外國去了 三種能力 需說薪資的能力 批判思考能力 想像創造能力 那這些能力才是競爭力的根本 但是這個要靠什麼呢 靠國家語言自己的語言的強大 或者精熟才有可能達到 新加坡的真相是什麼 他被英國統治200年 在1965獨立之後 積極的推行 所謂的雙語皆優的 這樣的政策 我們想 結果 14年 經過14年的這個實驗之後 發現多數學生無法兼顧兩種語言 只好加強英文 放棄母語 他希望說能夠 畢業的時候 寧願畢業的時候英文好 也不要兩個語言都不好 因為14年的實驗證明 是大部分人 都不可能做到這件事情 那語言跟思考的細膩度 有密切的關係 所以 你用不同的語言 用你第二語言來吸收 來瞭解 來表達的時候 就跟第一語言不一樣 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叫做Foreign Language Fact 就是 有兩個道德的危機 一個就是說 你看到 這個火車要撞到五個人 但是如果你把一個機關這樣拉一下 他就會往另外一邊跑 但是會撞死一個人 那你要不要拉這個機關 第二個就是路橋 路橋危機 從路橋上看到一輛火車 要撞到五個人 但是你可以把一個人推下去 撞死 然後這個火車就停下來 就不會殺死那五個人 那這兩個道德危機 其實對一般人來講 從母語思考 是有差別的 可是你用外語來了解的時候 就發現這兩行沒有差別 這中間差別其實蠻清楚的 一個是拉機關 另一個是直接推人讓他死 但是 經過很多實驗都發現說 用外語來思考的時候 發現這沒有差別 那這個就是你知道 語言思考 因為是外語很粗糟 在這種段話 語言思考不夠細膩的結果 以後就是不但是競爭力差 而且人的感情都變得少 我們在使用外語 目前使用外語的任何場合 都可以直接用這個翻譯軟體 包括手機 三星的手機 我不是廣告啊 但是這個事實啦 明年一月三星的手機 S24出來的時候 它就會有內建同步翻譯功能 以後就是我們直接用手機就可以 所以跟說俄語的說波斯文的直接聊天 在這種狀況下 我們到底為什麼還需要全英文教學 所以在未來 真正競爭力就是兩個 本國語言的能力和AI科技的先進 所以我們的語言政策反而是要 讓中文 換句話說 讓中文變成最重要的語言 學習的對象 但是我們現在反方向再走